我們有很多來自業界非常專業 長榮大學26號舉辦招生說明會 讓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三學生與家長 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學校 以及系上專業課程 之前對大船的就是說印象就是 只是記者平面或是媒體之類的 想不到他的內容涵蓋就是超級廣的 就是裡面有蠻多就是說 那種相關證照比較專業的課程 感覺就是說 將來就也是用得著這樣子很好 除了招生說明會 大船系也在這兩天舉辦傳播人工訪 讓對傳播領域有興趣的高三學生們 可以搶先體驗到大船系的專業課程 因為透過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凝聚一些對大船系 有感興趣的一些高中生 那對我們的招生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們因為有二年級的學長姐 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可以在帶這些學弟妹的時候呢 他們也可以教學鄉長 學長姐親自帶領參加的高三學員 課程內容也由西上專業老師親自授課 或者是學校要幫你處理這段事情 學員專注的神情也透露出對傳播知識的渴望 我覺得在學理方面的方向有打破一些我原本對傳播類型 比如說廣告那些的一些傳統的迷思 然後還有一些專業的術語讓我更能理解一個廣告 或是一個大眾傳播類型的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 對 注重實作學習的大船系 讓學員們互相討論廣告文案 並且到戶外實際操作攝影機 一起完成廣告的拍攝 除了廣告拍攝 新聞主播換我做體驗活動 讓學員們在攝影棚裡常常當主播的滋味 還可以到超商儲值買東西 第一次體驗的緊張感 學員們直呼原來當主播並不容易 在主播背稿的時候其實自己可以念得很順 可是當真正開始的時候那個緊張感會背著 自己體驗之後真的覺得蠻難的 第二章 第三章 我們可以讓他 高篩學生們在進入大學之前 能夠親自了解傳播科系 記者位於宣王興志台南報導 您等待在一起 您請來 再給大家 謝謝 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